最近网络有一个顺口溜 叫陈时中防疫时景时松 因为这个每天病例数不断往上增 那新的最高高点可能也还没有到 还在预测中 可是这个防疫标准变来变去 一般民众很难掌握 我现在最常被问到说 我们现在唱歌可不可以脱照 握手可不可以 吃饭可不可以脱照 老实说我一时片刻还没办法马上回答 我每次都要查一下才能告诉他们 别的例子不说 我想一个最近马上就要发生了 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 那在台北来讲 这个本来通过里长联席会议是可以办活动 可是母亲节活动大部分就是 原油会吃啦 妈妈搬跳舞啦 唱歌 每一样都是要脱口罩做的事 那你一方面觉得 哎呀高点快来了 那一方面又可以办活动 所以到昨天市政府终于说 母亲节活动照办 但就发物资 不能吃东西 不能唱歌跳舞 那其他县市呢 做到哪里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陈时中防疫时景时松 各个县市的这个居民命运大不同 就讲停课这件事情好了 这个云林先开第一场说12岁以下 因为不能打疫苗 所以不跟进 那台北现在两套标 刚刚赵哥也讲了 就是幼儿园以下继续用原本的标准 幼儿园以上就用新标 桃园 桃园市长说没问题 他觉得放宽可以 所以他要沿用中央的标准 那我就问 桃园的小朋友身体特别强壮 还是特别有抵抗力吗 病毒是不会挑县市居民的 光是一个停课标准 各县市这个各自为政 我觉得对百姓来讲不是好事啊 再来就是今天这个确诊数 来到一个新高点 花莲其实是因为来不及通报 中央少了一例 他们其实是确诊49例 结果花莲县政府就说 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能力再去一一统计 他们的足迹了 所以花莲县政府今天开始 他只公布热点 他不再去算这些人的足迹 那我就问台北市有100多例 新北可能更多 那难道我们也要跟进这样去做吗 那还是说病毒会挑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吗 那中央现在放任各县市各自为政 我觉得在百姓来讲 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 共存这件事情 现在刚好走到了一个 我觉得很尴尬的过渡期 之前共存这两个字 一直很难从政府的嘴巴说出来 现在可能他们要想一个新名词 还在想 总之现在是过渡期 可是会跟之前 很多事情防疫措施 看起来都是 我们的量能已经被逼到极限 不行不得已的收财放宽 现在看起来停个标准也是如此 三分之一的班确诊停课 国民党团轰决策出操 放生国小学童 国小学童被放生 那判文中脸座位被炮轰 不管12岁孩子的死活 认为太宽了 陈时中反问 有放宽吗 原来的规定真的比较严吗 当然原来是比较严 现在当然是放宽 怎么不是呢 那教育部长都说 所以你现在地方不理我对不对 不按照我放宽标准 如果你要加研提报审查 不可以随便自己去 先提报来 来各位 我觉得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多的一个反弹 实在是过去跟现在 差别这么大 然后都随着政府说的算 你到底真正的标准在哪里 你过去两个小孩 然后你就必须要全校来停课 那时候就有人提到说 有必要到如此吗 那现在你变成三分之一 又有人说有需要这么宽吗 这就是我们从头到尾 政府给我们的概念 好像告诉我们 清零过去是政府 唯一的最大的目标 也是他的防疫的一个成效 也是他政治的红利 所以你看他现在 连清零这两个字 他不愿意讲 他还是往这方角度 可是又是做不到的时候 他又不敢像 像佩军所讲的 他又不敢讲共存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难免让群众质疑 宽跟松都是你在讲 我前面举个例子来好 之前他们说 为什么不要快塞 他说那时候快塞剂 常常造成尾因 因为只有七成的准确度 前天我听庄人想 就是我们现在的快塞 可以达到九成九的准确度 突然之间 这个效果就提高了 那这个东西 又是怎么样来说 所以就是因为 你给我们一个概念里面 好像告诉我们 非常非常的谨慎 以至于现在家长 都不问所有的清红皂白 我去问过医生 医生告诉我 12岁以下的孩子 即使没有打疫苗的话 因为目前为止 全世界就像德国西班牙 还有包括像是美国 是有打疫苗 大部分国家 十二岁以下是没有打疫苗 五到十二岁 但是他们的死亡率 其实是不高 大概都低于百分之零点一 那这种数据来说 你如果从过去告诉我们 让我们觉得 好像也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 之下面 那既然不这么严重 你是不是要一个学校 要两个人 好像又搞得很严重 所以你看看 该曝露的讯息 你没有让我们知道 只告诉我们 你们做的结果 然后用很多的话语 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做的 是正确的 那你现在突然之间放松 说实在我在大学当中 不是只有城乡的差别 也有年龄的差别 现在大学生每次想 要变得这么严 以前是如果说全校停课的话 我可以不用梳洗 不用赶公车 我就打开我的电脑 就可以看到我在上课 很爽 可是你看看 他们对于这个东西来说 这么松 他们是有意见的 他们觉得这样 不能打到学校停课 都要天天来学校 这是大学生的想法 学生希望不来 那老师呢 老师说实在的 你不能问我 说实在对我来说 学校也还蛮远的 能够在家里上课 我也还蛮愿意的 但是我可以理解 很多的家长 因为已经被训练到 就是说没有打疫苗 就要很小心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 一定要往清零的方向 那你突然之间放宽到 三分之一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难怪人家会加紧 所以这从头到尾 政策的部分里面 实在是给我们太多 不同的想象空间 没有一个标准 这才是家长恐慌的来源 我觉得Omicron 不是今天才有 我们在这边讲多久了 然后其他国家的案例 他们的经验 也不断的在重复告诉我们 该怎么应对 还有他们遇到的问题 一天出现上万例 几十万例 这些案例都在我们附近而已 那政府到底在干嘛 到现在还是陈思忠一个人说的算 教育部长说的算 然后人民其实搞不好吸收的知识 都比政府还多 所以才会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觉得说为什么你该 该紧该松该调整的时候 你都还不做 甚至包括我们国内的专家 也提出很多意见 结果到今天你弄出来一个 我们现在真的无所适从 我觉得民众的慌乱 不是在于说 我不想共同来面对这个疫情 而是我不知道 这个政策我要如何适从 我们刚刚举个例 大甲妈去绕境三季 那为什么不用快塞 现在去上班 有些地方是要快塞 到底是要三季还是快塞 我打三季的证明 我要不要快塞 对不对 那我快塞之后 我要不要再三季 所以这些完全都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标准 然后现在你又说 你们地方这个地方 这种不跟这一个 不跟教育部的这个政策 那就让我们想到说 那很像放那个台风架 就各先市长决定说 我要不要放台风架 那变成大家在赌运器 然后各先市又不一样 然后家长有的他在新北上班 住在台北的 或者住在新北上班 这些问题都会衍生大家的困扰 所以现在是 慌焦虑加困扰 这个东西是现在最困扰人民的地方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